10月10日,美国国务院就10月9日至10日,美国代表团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多哈的会谈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代表团在此次会谈中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公民和其他外国国民在阿富汗的安全出入,妇女和女童在阿富汗的人权等各个方面。 声明中还表明,美国将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此次会谈是坦率而专业的,并强调,美国对塔利班的评判将根据其行动而不是言辞。 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希望推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并恢复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在会谈后表示,塔利班明确向美方指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不符合任何相关方的利益。 此外,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辛表示,将不会与美国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他们有能力应对。 近日,美国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掌国老师挑战,造成多名教师受伤,引发多地学校的警告。 有一名学生因此面临重罪警告。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一名18岁的学生就因涉嫌殴打一位64岁的残疾老师而面临重罪指控。 这位当事学生掌国其老师的视频还被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关注。 另外,马赛诸塞州的一名中学生也参与了这项挑战,他殴打老师后面临纪律处分,可能会被开除。 美国多地的学校和老师都对此发出严厉警告,学校向老师、学生和家长通告,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加州教师协会在其脸书主页上提示老师们注意安全。 加州州长纽森本周签署父母医疗保健法,使加州将成为第一个允许成年人子女将父母以受抚养人身份纳入他们健康保险计划的州。 该法案将于2023年生效。 全美的趋势是让孩子纳入父母的健保计划。 前总统欧巴马的医疗保健法允许孩子在26岁前得以纳入父母的健保计划中。 佛罗里达州、伊犁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等州将可纳保的孩子年龄延伸至30岁。 要符合该法资格,成年人需依靠他们的孩子获得至少50%的总支持。 该法律仅适用于在个人市场上购买健保者。 据奥地利ORF电视台10月10日的报道,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表示, 他将于当地时间11日接受该国新任总理和新任外交部长宣誓就职。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近日卷入贪腐丑闻,正接受当局调查。 当地时间9日晚,他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并提名现任外交部长沙伦贝格接班。 不过,库尔茨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辞职是为了保证国家稳定。 他仍将以人民党议会领袖的身份活跃在政坛。 10月11日,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敬业集团,一辆合载55人10载51人的通勤大巴车发生涉水轻浮事故。 截至11日晚7时,经全力搜救,共救出50人,其中29人已返回工作岗位,7人留院观察,生命体征平稳。 肇事司机一人被依法控制,13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令失联一人仍在全力搜救中。 中国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敦促河北省切实严肃事故调查,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 尤其只注意。 可不易可utsced hebt,任命安全委员会有关责任。 Blo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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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ומYi CREAN